您会不会常常觉得自己被别人操控了 也就是自己不能随心所欲的生活 或是自己不能随心所欲的表达意见 当想说不的时候 您还得看看周围的气氛如何 还有上司的压力是不是来自于工作场所 甚至下班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感受到同僚、同事、还有老板的压力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操控 那这个视频里面我要特别跟您提醒 操控是无所不在的 只要今天生而为人 那么操控都是免不了的 有时候我们免不了被别人操控 那么有时候我们也免不了要去操控别人 所以只要生而为人操控这件事情是免不了的 但是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希望各位能够理解什么是操控 还有操控大致分成三个类型 那么这三个类型都会攸关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来掀开看看 操控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 其实一共分成三类 第一个是商务式的关系 这个就蛮简单的 商业行为里面 其实我们加入了很多的外部的规则 例如说我们的劳动合同 劳动法 还有这种规则 本来就带有很多很多的操控性 你不能那样 你也不能那样 那么只要我们未经事前双方的确认 那么这个一定会妨碍您无法做自己的权利 因为毕竟很多事情不是您说得算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也要特别的跟各位朋友提醒 如果您是从事商业的活动 要跟别人签约 千万在签约之前 也就是在文字出来之前 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协商的工作 您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权利 您自己的义务 还有罚则 到底是在哪里 做好事前的沟通 免得日后呢 因为被条件的束缚 而造成自己不利的关系 那么在条约里面 我也要特别提醒到一个 就是大部分人都不理解的地方 就是在条约的签署的时候 您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落日条款 什么叫落日条款呢 也就是我们讲的 能不能退出这个机制 那么在所有的合约里面 一定要包含了这个退出的方法 还有退出的文件 那么这样的呢 这才能够算得上是保障双方的一种合约 那么第二个是权威式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里面呢 其实涉及了跟某种权威人物的关系 那么双方呢 也并非受到共同认可的规则所约束 所以呢 我们就完全被操控 那么也完全不能做自己 因为呢 游戏规则不是拟定的 例如说和老板下班之后 老板打电话 要你去喝酒 那这个事情就是属于权威式的关系 那么是不是去喝 以及该喝多少 是不是要敬酒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盘算 那么这个盘算 其实来自于权威式的关系 因为你会觉得说 很多事情并不是你说的算 很多事情毕竟是老板来做决定的 那么这个也会造成我们人生上面的一些困扰 那么第三个关系呢 就是平等的操控关系 例如说朋友跟朋友之间 邻居同事还有夫妻的关系 那这种的操控关系呢 其实呢 是比较特殊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的关系呢 都是达成怎么样 折中的方法 也就是在一个议题开始讨论的时候 你可以前进一步 那我也可以退后一步 那么互相呢 让一点 互相近一点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能够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 那么这样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也反映在婚姻的状况里面 我们都理解婚姻这种事情呢 是在日后里面慢慢慢慢形成的 所以在婚姻关系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反而是 互相学习 互相体谅 以及互相妥协 这样呢 才能够白头到老有一个美满的婚姻 所以呢 这刚好呢 也给我们在婚姻生活的朋友呢 提个行 那么我们在人际关系会出现的最主要原因 或是我们会在人际关系当中觉得备受操纵 那么倍感痛苦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三个关系里面呢 交互的影响 混杂在一起了 例如说呢 你跟朋友亲友合伙做生意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混杂的关系 因为这里面呢 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商务式的关系 那么又包含了权威式的关系 又包含了平等的关系 那么这个在我们在管理学上面呢 常常会变成一个现象 就是房子里面的大象 什么叫房子里面的大象呢 就是呢 明明我们公司有问题 但是呢 大家碍于商务式的关系 或是碍于权威式的关系 甚至碍于平等的关系 所以我们对于公司的这个问题 大家都视而不见 那个这个管理学家里面呢 就举例说 这好像是什么 放了一只大象在房间里面 但是呢 大家都避过这个大象 去找到彼此的位置 那么长期以来呢 这个大象会越长越大 终究大象会把整个建筑物 都给拆穿了 让整个建筑物都崩溃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房间中的大象 所以呢 我们不管合伙做生意 或是呢 作为一个上班族 我们都要理解 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单纯的商务式的关系 权威式的关系和平等的关系 那么如果是 那其实还比较好处理 那如果不是的话 麻烦您将 所谓的关系呢 把它拆解出来 到底在这个关系里面呢 混杂了几样 那么当你理解了 拆解了 中间的关系的层次以后呢 您就会比较好理解 什么时候是被操纵 什么时候可以不被操纵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回见到您